今天小年夜 我們帶大家來體驗一下 過年的氣氛 就在興建南門市場這邊 其實它的路比較大條 但是還是擠了相當多的人 我們從鏡頭後面可以看到 超多人在排隊 就是在搶辦這個年貨 這個年貨其實非常豐富 包括雞 鴨 魚 通通都在這邊 那麼許多民眾來這邊搶買 一應俱全 就是他們最主要的需求 那麼待一看到這家店 其實他們家的招牌 就是佛跳牆 抱歉 抱歉 店長 嘿 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超多人 店長都還忙著提醒 抱歉 抱歉 對 我跟你講 你們家現在賣最好的 是有哪些東西 像我們的佛跳牆 像我們的冰糖蓮藕 冰糖蓮藕 對 然後像我們家的冬坡肉 蹄膀 醬鴨 這都是我們招牌的 那佛跳牆是賣的怎樣 就是它一直補貨 對 就是我們賣一直補這樣子 對 對 對 我剛好看到這個冰糖蓮藕 它冰糖蓮藕 特別的地方是在哪裡 因為它這個很費工 因為它回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它切開 然後再灌糯米下去 然後它還主要煮十幾個小時 那像這個的話是 在飯店它算是很高級的一個甜點 對對對 就是飯後的甜點這樣子 所以這算是來店必點的 那今天小年夜有比較多人嗎 會會會比較多人 因為大家都覺得 過年就是大家的圍爐嘛 就是大家一起回來吃飯這樣子 你們是不是也派了很多人 我剛剛看到很多人都穿粉紅色 對對對 你派了多少人 大概 風獨森我們差不多了十個人這樣子 對對對 好 老闆娘謝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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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你可以看到呢 這隻冰糖蓮藕 其實非常有名 大家希望飯後甜點 那麼奇怪 還有其他人呢 你看 弟弟哈囉哈囉 今天跟爸爸一起來辦年貨是不是 我舅舅 舅舅是不是 好好好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帶小朋友 一起來到這邊 一起來辦年貨 所以在南門市場這邊 一開門的時候呢 其實就湧進了大量的人潮 那麼他們現在呢 也擠在這家知名的這個年貨攤這邊 來搶辦他們的年貨